攸關普發現金六千元的全民共享特別條例草案 保留四項條文在立法院會處理 預計今天將進行表決大戰 請問院長看法 那我很希望今天立法院三讀通過以後 我們就會儘快的以最快的速度提出這個特別預算案 然後經過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完備以後 我們能夠儘快的發放每一位民眾都有六千元的現金 COVID-19的疫情確實對台灣的經濟還有企業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在當時我們也提出了COVID-19的防疫紓困跟振興的特別條例 然後利用特別的預算來照顧所有的民眾 也讓我們的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 而且讓台灣的經濟也有很好的成長 比起其他國家都更為亮眼 當然昨天我們已經宣布了進一步的口罩的解除令 表示說我們整個疫情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那在疫後我們也提出了疫後特別條例到立法院 那我很希望今天立法院三讀通過以後呢 我們就會儘快的以最快的速度提出這個特別預算案 然後經過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完備以後呢 我們能夠儘快的發放每一位民眾都有六千元的現金 而且我們會特別來照顧這個中低收入戶還有中小企業 特別是這個學貸族跟這個房貸族 交通月票是否除了北台灣之外中南部也將推廣 不過雲家家抗議說他們沒有納入 請問院長看法 我們對於通勤族群會按照社區的特性 來設計各種不同的方案 我們希望能夠以最好的方式來照顧到每一個國民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昨天召開記者會大談訪中成果 認為九二共識的基本精神就是一中各表 請問院長怎麼看 九二共識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再三的講過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 這是台灣人民沒有辦法接受的 而且也多次表達了台灣人民的意見 我想很重要的是希望各個黨團各個黨派 都能夠來尊重我們台灣人民的意志 就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也希望各個黨派都能夠按照這樣的方式 來促進兩岸之間的交流 我們也希望中國能夠來維持這個區域的穩定 更重要的也減少對台灣的脅迫 然後理性的來促進兩岸之間的交流 可以去防止